14年数学卷2第17条 这一条是要找图形里面的面积 而这一类数一般是数学MC卷里面 比较深的一类题目 因为它要我们找的 但是它给我们的资料一般 就不会包括那些边的长度 而是反过来就是给边的长度比例 以及有些图形里面的面积 就叫我们用这些比例的方法 来找某个图形的面积 这个图形就是有个大三角形 中间分开某些图形 它就说有点叫Point B 就会在A和C这段Line statement上面 令到AB和BC会是3比2 而另外AE和BD就会parallel 而给了两个三角形面积给我们 分别就是三角形BCD 就是4cm² 另外一个就是三角形CDE 就是8cm² 就叫我们找这个图里面的一个Trapesium 一个梯形ABD的一个面积 首先我们将题目的这里的资料 做个整理 留意了 我们除了把题目的资料 写到图里面之外 我们还作了两条线 分别第一条就是我们将原先的CD AE原长到AE 就当作F 另外就是我们 在这个新的三角形DEF上面 我们作了一个高 就以这个DF作为一个底 它的高就叫做EG OK 在开始做这个数之前 我们要重温一些资料 你要知道什么资料呢 就是看这个图里 这里有几个三角形的 但是我们要找的 三角形的关系就是 三角形ABC 和三角形DBC 那就是怎么样呢 我们会说 其实这两个三角形 是share同一个高的 就是AE 图里面粉红色的这条垂直线 原来这两个三角形ABC 和BDC 就是拥有同一条的高的 OK 然后我们就想找回它们的面积 分别是什么呢 那三角形ABC 我们就当它的底 叫做D1 所以它的面积就是D1 乘H2 那类似的 我们当三角形DBC 的底 叫D2 所以它的area 就是D2 乘H2 OK 那又怎么样呢 原来我们想找的 就是这两个 同高三角形的面积的比例 原来如果是这样 原来这两个三角形的面积的比例 会是等于它们两个的底长度的比例 OK 这个就是我们今次要的结果 而另外其实还有个case 就是有些三角形就不是同高 而是同底 那同样了 那你同底 那不同的就是高 那所以它们的面积比例 会等于它们高的长度的比例 OK 那但是这里呢 同学要小心就是 很多时候呢 我们就会混淆了 我们曾经学过的另外一些 一些东西的一些 就是结果 混淆些什么呢 就是混淆了 Similar Triangles 就是相似三角形 它们的面积比例是什么呢 它们的面积比例就是对应 哪场比例的二次方 OK 那很多时候会和这个混淆的 那你要留意 现在我们做的这里呢 我们没有说有任何三角形 是Similar 我们说的 只不过它们的关系 特别在于什么呢 就是它们会是同高 或者同底的 那你都要小心了 那真的走去做了 首先我们会 处理的呢 其实就是图里面下面的 下方的那两个三角形 分别就是Triangle ACF 和Triangle BCD 因为题目说 这个AE 和这个BD 是parallel 所以我们不难证明 这两个三角形 其实是similar的 用的方法就是AA 那因为呢 你们这两个三角形 是similar 那所以它们的面积比例 就会是对应哪场比例的二次方 OK 那因为题目就说 这个AB 和BC就是3 比2 那所以如果是这样呢 那所以 AC 和这个BE 就是5 比2 那所以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它们的面积比例 就会5 over2 的二次方 那 而题目就说 Triangle AEF 面积 就是25 除4 乘4 因为Triangle BCD 面积是4cm2 所以 ACF 它的面积就是25 而我们想找到一个 其实不是Triangle ACF 我们想找到一个 图里面的四边形 就是ABDF 就是题目要我们找的 那个 Triangle 其中之一角 OK 那会是多少呢 那你大三角形 你的ACF 就是25 你小三角形 的BCD 就是4 所以 我们现在这个 ABDF 这个 其实都是Triangle 的 面积就是25 减4 就是21 而接着 我们就处理 上面的 就是图上的 那一角 那这又怎么做呢 首先 我们就说 其实在下面 这两个三角形 那里呢 我们就会想找 CD和DF 的长度的比例 那其实呢 在下面的 那两个三角形 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 intercept theorem 那因为我们会知道 BD和AF 其实是parallel 那所以你CD 比DF 会等于回 对面的 CB over BA 那其实这个呢 很多书都没有教的 这个 其实叫做 Extended Version 的 正常 intercept theorem 应该是 有一边 是mid point 然后上下两条 是parallel 所以呢 对面 都是1比1 都是mid point 来的 那其实呢 原来就不正是mid point 1比1可以用的 任何边场 1比1都可以用 OK 那所以现在我用回 所以 CD over DF 就等于回 对面的 CV over BA 那就是2 over 3 跟回题目比 我们的资料 如果是这样 我们看图上方的 那两个三角形 那我们就会看到 Triangle EFD 和Triangle CDE 它们就会有 common height 就是EG OK 按回我们刚才 黄色框框的 那些资料 你share了 相同的高 即同高三角形 所以你们的面积 比例 就应该按回 你们的对应底 底的比例 那么 所以呢 Area of Triangle EFD over Area of Triangle CDE 会等于回 对应底 那就是DF over CD 而 DF over CD 就是3 over 2 刚才我们最上面 的蓝色框框 找到了 OK 而如果是的话 进一步 我们就会有 Triangle EFD 的面积 就会是3 over 2 乘3 8 因为题目比了 Triangle CDE 面积是8cm² 那所以呢 我们就会有 Triangle EFD 面积是12 cm² 那所以首先 我们就找到 一个四边形 ABDF 的面积是21 另外一个方便 就是3 over 2 EFD 面积是12 那所以呢 总括来说 题目要我们找的 Triangle ABD 面积就是12 加21 即是33 那 如果是这样 即是回题目里面 Option D 那这个数字 就是这样做